网上好 大家网上好 开Live 可能你们觉得到开Live是做工 可是对我来讲 要是我有时间 我开Live我不当做是做工 我当做是好像跟朋友聊天 就好像 你打一个电话给朋友这样 你好吗 就是这样的感觉 刚才coaching的时候 刚才我们刚才做coaching完 然后过后就 讲不够还要再讲 我不是开Live 如果要讲你们有东西要问的话 你们可以问 今天我 今天我带我的Ferrari 去workshop 然后过后就 来跟一个 可以讲是朋友了吧 带我的Ferrari 去workshop 就跟这个人聊一聊 然后过后呢 你想知道 我跟了这个Ferrari 这个workshop的老板 聊些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我要去做Ferrari 要做一点东西 不是去那 那边做 就一个普通的workshop的人 然后他也不算 他是转做跑车的啦 supercar的人 很有趣的 因为这什么呢 可能这个人啊 workshop 因为我不是时常去他的地方 没有我去过两次 因为我要做一点特别的东西 我Ferrari 因为 要改一点东西 然后就 就跟这个人聊一 朋友介绍了嘛 我去一下咯 然后都两年了 没有去做一点东西 这样不是手脚痒 是做一点东西咯 Ferrari anyway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咯 因为 like 我觉得到很有趣 回到去office 我就跟 克莱恩姐聊咯 跟Gabriel他们整班 在周春那边一起境界 因为他们在 在喝出茶 我就跟他们一起聊咯 这样聊了什么东西咯 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呢 在Ferrari 他是专做supercar 然后我拿我的Ferrari去 拿workshop 做一点事情 他就讲 诶 我现在还知道你这么聪明的咯 我就这样 嘿嘿 因为我的伙计跟我讲 他看你的Live的我 我嘿嘿嘿 我就这样 嘿嘿嘿这样咯 他 他 看Live的我 嘿嘿嘿 这样子咯 不好意思嘛 他就 这个 人就 就要讲 诶 我原来你这样聪明的啊 诶 到时的时候啊 我有房地产的东西啊 请教你一下啊 我 我要跟你学东西啊 他是这样子讲 每次人家看到我都讲要跟我学东西的啦 你知道吗 我 我这几年来 很多人看到我 他知道 哦原来你是这样聪明的啊 还是 哦你是很聪明的 我现在认识到你哦 我有东西我问你哦 以我以前的性格啊 以我以前的性格啦 以我以前的性格啦 我肯定啊 哎 你要懂啊 来来来来我跟你讲 还是 以我以前的性格啦 你讲啊 到时有好东西啊 我教你啊 你一定要买啊 你知道吗 缓人啊 他们吓到 你知道是吧 对我来讲哦 买房地产哦 我跟你跟你讲哦 个人在房地产里面 不可能不赚钱的 你只要有一个马来西亚IC 你就一定赚钱 你真的是赚不到钱 我真的 我佼佼都要抖 抖了过后啊 你拿回给我啦 因为 我可以 可以可以 我是 房地产是不可能 不可能赚不到钱的 不 不可能的 我想象不到房地产赚不到钱 我到这个境界啦 所以就好像 来说来 我们已经知道房地产一定是赚钱的嘛 来 如果来讲一个人对你好 你想要对黑他好嘛 好像你跟他朋友讲 诶 我跟你讲啊 你什么都不要理 我有团队 你拿你的IC来给我 我帮你安排 反正哦 我这几年啦 我真的 我对天讲了 这几年啊 当我跟人家这样子讲了的时候 不管是workshop的人也好 餐馆 吃饭的东西的人也好 什么人都好啦 我最只是想要对黑他好哦 一讲到房地产哦 他们熟了 不管是什么人啊 like 卖榴莲的也是一样 真的不用讲咯 来我家里打扫的也是一样 做landscape的也是一样 跟我们福音的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我还拿福音的东西去 叫福音的 我还记得我去那边 因为他帮了我很多 我就跟他讲 Brother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他一讲 诶 改次我跟你讲 一讲到这句话 我就想要帮了了 一讲到我就想要帮 我跟你讲哦 你不讲帮没有事情 你一讲房地产的时候 他们说 下一论你再去哦 他不要见你了 他不敢见你 因为他担心哦 你逼他买房地产 我跟你讲哦 房地产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人家觉得到很恐怖的东西 有错吗 你有错的 因为哪里不恐怖老大 你买一个东西 五百钱 六百钱 你买两件就一点二个百万 我一个月啊 赚一万块 我几时才还完我一个百万哦 这样对他们来讲 他们很怕的哦 明明哦 好好的 好像巴沙啊等等啊 你一跟他讲到房地产哦 你讲诶 我叫你来 他们速了 不敢的 原本是讲诶 我的空我请教你啊 可是当我要讲的时候 他们速了哦 所以讲今天啊 同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的反应很好笑的 我一跟他讲了的时候 你知道啊 今天啊 我跟三个人讲负债为王 我跟三个人讲 我有康陶 我叫你 现在哦 我已经是到到一个境界哦 今天我跟三个人讲 Believe it or not 啊没有啦 房地产是在我的血里面了的 like 今天我讲 哎呦啊 现在哦 我不像以前了 现在我只讲 你想要 有一天你真的是想要 你打电话给我 今天我不跟你聊房地产 因为我现在聪明了 因为你去跟人家讲哦 吓坏人的你知道吗 可是现在哦 今天我跟三个人讲这句话 如果来讲有一天你想要买房地产 你只是给我一个IC 兄弟 帮你赚钱 给我一个IC罢了 当然 今天我见三个人 三个人都有三个人的故事的 哦 有一个 有一个 他讲什么 他讲 哦 我不要了咯 我讲 刚才你不是讲要学的吗 他讲啊 你欠债哦 我很恐怖 我看到 哦 买房地产 要欠一百万两百万 他讲啊 我现在啊 卡都没有啊 Credit Card都没有啊 Credit Card都没有啊 Credit Card都没有啊 他讲我不再相信银行了 我以前我的车被拉 我的物质差一点被咧弄 因为生意失败 你的那时以前听你的故事阿隆的 我都听过 所以讲啊 我讲他 买东西 最好买现钱 哎呀 现在真的很辛苦 我绝对赞同 所以今天 I mean 三个 有一个 我真的是坐下来跟他聊 聊蛮久一下 因为他讲 他 以前 因为了房地产 差一点Bankcraft 然后过后呢 自己本身现在没有Credit Card 因为他不相信 他讲 现在我要用什么东西 都是用现钱 我怕了 我真的很怕 我想到 想到要借钱 哎呦 你借一两百万啊 你想要还一两百万啊 很恐怖的 很恐怖 你想到你都会怕 我们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咯 想到都怕咯 我以前有那种经历 给银行追债啦 车被人家拉啦 你今天还要再去借钱 你不敢借钱了的 就算你现在有钱 你都不去借钱 因为这什么 你怕银行 我刚才我就 就跟一个朋友这样子讲 我就跟他讲 你看啊 现在我跟你们讲理论啊 你们想一想 我讲的东西 所以我要大家 用这一个的画面 刚才我讲的 我一讲的话 它就通了 我现在也是要跟你们讲 你们完全给老师一个 10到15分钟够了 我问你们 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了 当做我们现在要喝茶啦 好不好 我问你们 你们自己答 好不好 所以可以的话 我只是给老师一个 10到15分钟 这边现在看出来的人 我把这个债务 这一个的那一个 我们叫做可怕性 发解掉 在这边 Live听住的朋友 麻烦你们参与 答我这个问题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 这边有很多人 你就当做是one to one 我跟你两个人聊天 好不好 你不要管左边的朋友 右边的朋友 这些comment 你不要管 就当做我现在跟你聊天 你给我一个surf 到15分钟 就好像刚才我这样子 跟他们讲 跟我这个朋友讲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你会怕吗 你讲债务吗 现在你怕吗 现在我们来开始 他是这样的故事的 我就跟他讲 我就讲 如果来讲 你们一起答 如果来讲 做了两三年的工 两三年的工 我们讲 做了两三年的工 存一个500块 一个月应不应该 我们来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 我讲了这个故事 过多久 脑痛掉了 所以 如果来讲 你讲 一个人 出息 做了两三年工 出息 应该每一个月 出息500块 最基本都要出息500块的 这就是等于说 你一定要存一个500块 我不管你存在 放在银行也好 还是放在 FD也好 还是放在 股票也好 什么都好 一定要有多一个500块 出息的 最少做了两三年工 如果来讲 你接得到是的话 写yesyesyes 你们在心里自己有数了 做了两三年工 照理由 都应该要有500块 出息咯 这样你出息 放在银行也好 放在股票也好 放在Bitcoin也好 什么都好 最少都要多一个500块咯 没有的话 你做人都没有意思咯 对吗 照理由 so 你们讲yes的 very good 就是应该出息 好不好 这样现在老师 又给你另外一个环境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环节 如果来讲 除息500块 是 阿jon 阿jon 阿jon是你们啦 是啊 应该出息500块的 继续 yesyesyes 你们是阿jon 现在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 Mary 阿jon跟Mary 那Mary 我就跟她讲 Mary啊 你咯 去买个300千的屋子 Mary啊 我跟阿jon一起 阿jon除息500 你叫我不要除息500 像阿jon这样 你叫我去买一个债务啊 买300千啊 Mary就怕 可是Mary呢 她什么都不理 她相信我罢了 Mary就去买了啦 Mary去买了 300千 她一个月大概是要供 大概是1300块 因为她借 她借 她借 9年 她借35年啦 借1300块 Mary去买一个房地产300千 一个月供1300块 Let's say啦 可是这个房地产哦 因为了她上课 因为了她明白 她知道这个东西很有潜能 很有潜能啊 可以起价钱的 因为很多人住的 那个那一栋楼是二手的 有90%的人已经在那边住了的 附近还有很多大highway 靠近那边的 又靠近有火车站啊 还是在一个华人区啊 等等这些地方 有潜能的 我讲的啊 她买 是300千 一个月供1300块 可是 可是 她没有钱装修 所以她买了过后 差一点点哦 就租1000块 她一个月贴300块 如果来讲你们明白 Mary的故事 她一个月 是 买个300千 供1300块 借35年啊 供1300块 租金1000块 就是每一个月贴300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两个处境不一样的 一个阿jon 一个是Mary 所以阿jon 每个月做工要存500 应该的 Mary 就听了我讲的东西 还是她的师傅讲的东西 去买个300千的屋子 借35年 一个月供1300块 可是 她没有钱装修 所以 她 有 扎扎一下那个屋子 这样稍微清干净 就这样租掉去 拿不到高咯 可是租1000块 所以她每个月贴300块 你看啊 Mary跟阿jon的处境 你看啊 阿jon 你叫她买300千 她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阿jon讲 我才储蓄500块 你叫我买300千 我几时才可以用这500块 供完 这个300千 听好了呀 这个是重点了 听好了 阿jon讲什么 我每个月储蓄500块 你叫我买个500 300千的债务 我这个500块 几时才可以供完这个300千呢 明白啊 我讲这个故事给那个 那个workshop的人听了 所以 如果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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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jon 存300 500块 500块 OK 她存10年 存10年 每一个月存500 我们来看阿jon的处境 10年她会有几多钱 一个月500块 12个月6千块 10年 是几多 阿jon 10年过后 现在阿jon 20岁 她 sorry 阿jon30岁 40岁过后 阿jon 有6万块 Mary也是30岁 可是Mary instead of 存钱 Mary贴钱 Mary贴几多 贴300块 Mary贴几多钱 Mary贴3000块 Mary贴300 这样Mary贴300块 阿jon存500块 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 Mary贴300 Mary贴300 阿jon存500 阿jon 感觉安心 因为阿jon存500块 了解了吗 因为没有压力的存500块 因为她没有300千的压力 可是Mary 她贴300块 又有300千的压力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很多人不敢买 像Mary这样 每个月要贴300块 阿jon存500块 我贴300块 我还有300千的债务 stress吗 我们慢慢算 你们 我们用这个的方式 你去陶 陶醉一下我讲的话 Mary 普通人接到 Mary你很可怜 你每个月还要贴300 然后过后 你还要还300千的债务 可怜 可怜 stress 我可以跟你讲 Mary跟阿jon 这两个人的结果 不一样 为什么 你来看 阿jon存500 12个月6千 10年她有6万块 good 我们来看Mary Mary贴300 贴钱 一样的东西 流动资金 是500块跟300块 300块贴 12个月贴多少 3,600 10年贴多少 36,000 可是10年过后 Mary从30岁7到40岁的时候 有一个事情 阿jon没有了 就是Mary买了300千的债务 因为了通货膨胀 300千 你不要讲多 300千起到500千就好了 房价啊 10年啊 500千扣掉300千 你赚多少 200千 Mary40岁过后 她有200千 阿jon40岁她有6万块 可是Mary贴300 阿jon存500 阿jon很舒服 因为她讲她存钱 Mary她贴300 她不舒服 你认为 可是 贴300 成12个月 3,600 成10年 她总共贴了36,000 可是 她的房地产 300千 7到500千 她卖掉的话 她赚200千 扣掉36,000 她还会有赚多少钱 来算一下 200千扣掉36,000 因为减薪36,000 Tick啊 一路Tick啊 当作租金都没有起过啊 哪里有可能租金没有起过 但我们讲当作租金没有起过啊 200千扣掉36,000 Tick啊 她赚多少钱 164,000 OMG 阿Mary贴300块 贴钱 可是 她的尾端的成绩 是164,000 阿jon存钱 十年她尾 她的那个十年的成绩 是6万块 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自己讲一下 你认为 存钱好啊 还是债务比较好 所以讲 哇 那个workshop的人 mindfuck哦 也对哦 我讲你还不够伪 她讲哈 我讲你自己想一想啊 brother 我刚才讲 我讲你自己想一想啊 现在哦 你还记得Mary的故事吗 Mary每个月贴300块 租金没有起过 你讲10年过后租金 会不会起 多一个300块 她讲 会哦 最基本都有起咯 我讲那不是咯 原本 你给instormant13块 租金你拿1000块 10年过后 最算 你的instormant13块 你的租金拿13块 10年过后你不用工了 为什么你要卖咧 不卖 如何 这个房地产价值现在500千 10年过后 不要讲多了 起一个800千好不好 不要讲多 所以讲啊 Mary在30岁7到40岁 她不卖哦 她也不用工了哦 因为租金够 改instormant了嘛 30岁7到40岁 40岁7到50岁 500千7到800千 800千 之前扣掉300千 之前她买的 我们不要讲什么 不要讲principle 不要不要讲这个东西 她都赚500千 Ajon如果来讲啊 再继续再存下去的话 她只是有120千 我想问一下大家 每一个月 铁300 10年过后不用再工 20年过后 你有500千的退休金 我想问一下大家 现在的人 大工人 有几多个EPF 有500千的 做了30年工 都没有500千 你知道吗 她很勉强的不想接受 可是我带领她进去里面的时候 她陶醉哦 她讲 她说不难哦 负债为王 就跟你讲这个板块 我跟你讲五个板块 不动产 真实的intrinsic value 她真正的价值是在什么 有一些房地产给人家炒到 乱七八糟的搞 100万的东西 她发展商只要卖700千 你买物质 你还可以拿200千 这一种房地产 好 如果要讲好的话 有你份买嘛 就是因为了不好 人家会玩房地产的人 觉得到这个东西危险 他不买 所以讲啊 你就是贪 你就去拿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我们讲 这一个的 真正的intrinsic value 给人家推高 卖你猪头啊 如果来讲 发展商好卖的话 会留到给你可以拿200千 发展商自己不会拿 发展商自己不会refinance来拿 从中在这边 这个是第一 第二 这一个发展商 卖房地产 给你拿钱 如果来好的话 他自己不会买啊 怎么要等到 又要给你一个 一百千两百千 来等你去买 因为那个地点 那个潜能 他卖出的是未来 所以讲 从从在这一边的话 地产它正式的价值是几多 在那个区域 不要跟人家超高 第二 市场这一个我们要知道 它的潜能 五年十年是有没有潜能 这两个东西如果要讲 你搞得清楚的话 你讲是 老师我明白了 我要买 你就要拿loan 你要一定要贷款 一借九 拥有权是十 一翻倍是二 十翻倍是二神 杠杆的威力是九 九有风险 所以讲 从中在这边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John跟Mary 所以他自己本身今天种的东西 未来可以收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一个存五百 一个贴三百 可是结果不一样 你知道吗 其实债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知识 因为知识可以给到你找到答案 如果来讲 你没有知识 你就会有恐惧 因为知识可以拿走恐惧 债务其实是恐惧来的 因为债务就好像Mary 她怕 可是她相信 因为她算得到 阿John她怕 因为她要安全感 所以阿John 灵验存五百 Mary 灵验拿债务 因为Mary 有知识 知识可以拿走恐惧 所以很多人觉得 债务是一个恐惧 其实你不认识她 我们如果来讲 要讲债务 你就不可以讲投资了 地产投资 是不喜欢债务的 可是地产企业债务 她是双面倒了 她可以给你赚钱 她也可以隔你 我就讲 你都不是讲很老吗 她大我几岁啦 不到五十岁 她大我几岁啦 我讲你都不是很老吗 她讲我整天做做做做 我都没有看Facebook 我讲你有小孩子啊 你可以学了过后 小孩子也可以学啊 所以等一下 我讲完这个 我讲这个live 是因为等一下 我要 forward 这个live 给我的那一个朋友 workshop的人看的 因为买房地产 债务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是什么 可怕的是 你 我们讲的是 无资 因为无资 你当性格的话 我跟你讲一样东西啊 跟你讲一百片你都不听的 就好像我讲 你要买房地产以后 你有一天你想到房地产 你想到我的话 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今天不跟你讲房地产 因为我怕我讲了过后 他们走掉 看到我是老师啊 他不敢再跟我讲话了 所以现在我很明白了 我讲有一天 你想要买房地产的时候 不要用钱 你要赚钱的话 你来找我 因为我一辈子啊 讲了过后要吓坏他 可是这个朋友呢 他好奇 他一路问一路问 我就跟他讲咯 所以三个朋友 三个人今天 我跟三个人讲 只有一个 问了又再问 我就今天跟他讲一些 他可以容易明白的 因为人 看到 想到 感觉到债务 会怕的 他credit card 都没有一个啊 40多岁 50岁的人 因为什么 他讲我不相信债务 我不要欠债 不要欠债 今天我就给他看 我刚才跟他讲 Mary跟Ajuan的故事 so 我就是讲 今天 你们想做谁 从中在这边呢 我希望 你们今天写到东西 所以讲我就 希望 在这一边今天 我们不要逃避 债务 债务有好债务跟坏债务 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去杠杆好债务 把我们的懒惰钱 变成勤劳钱 了解吗大家 一个人哦 退休哦 在房地产有100万 是很普遍很普遍的东西来的 有看到一个未来啊 有看到一个原因啊 你明白吗 有事哦 如果来讲我们整天做 整天干 整天做 赚到钱亏掉他 赚到钱又要投资 赚到钱 容易看不到钱 很恐惧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转来转去都好像看没有钱 可是不动产不一样 不动产是长期的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跟给你深周边朋友的机会 如果来讲你不学 你要跟谁学 所以你这边这个link是免费的 你自己去click 你自己去上 好不好 所以我从中在这边 我希望今天哦 你听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默想一下 然后过后如果来讲 你觉得到这个video 帮到你的话 forward去给其他的人 让他们也是听到 原来在房地产 真正的 可以赚到钱的 哈哈 所以从中在这边的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房地产并不可怕 可怕是什么 你不肯学习 因为这什么 你不学 你的旁边的朋友学 他有钱 就看住他吧 因为今天上课 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他不像以前这样 上课 什么来的 不要给人家骗 今天 你不上课 你的竞争对手上课 你讨厌的人上课 他有钱 压住你 所以我们一起进步 好不好 所以从中在这边 如果来讲今天 你觉得到这一个的 视频好的话 记得下出去 今天呢 讲到到此为止 其实你看 很好的科技 因为科技 你讲了 就有一个痕迹 这个痕迹 forwards 给他们听一听 一听 通 通生命就改了 before这个 你们有问问题 我现在答你们的问题 不是很多 所以我答 Rosting问 Can share more about 不中加亚 property Rosting 不中加亚这个曲 你要买 你买landed property 因为这什么 我觉得到不中加亚 landed可以 不要买那些condo high rise那边 不中加亚 你要买 你买landed 因为那边landed 也不是很贵 可是迟早会变很贵 high loan How much income suitable to start buy property 你的房地 你的 你要赚钱 坦白说 你有2000到3000块 已经可以开始买房地产了 最好是有3000 你2000都可以买房地 2000多块 你都可以买房地产了 有方式买的 其实我们讲啊 多赚钱都多花咯 少赚钱你还能省 很奇怪的 来 你还记得吗 你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 工钱两三千块 每个月刚刚好够花 当你的工钱啊 10千15千 无端端每个月钱都不够花 所以讲从中在这边的话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很多人没有赚钱 是因为他没有原因要有钱 没有原因要奋斗 今天我希望这个不动产 他的未来 你看到 然后你做 是因为你要做 你看到你的未来 所以希望啦 这个东西哦 可以帮到大家 希望这个东西你觉得好 好记得带你朋友 还是 forward这个 给你的朋友听听 爱你 好彩 好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